北約東抗終點最終會到哪裏呢?北約將會成為中國的鄰居嗎? 這不是我問的問題,這是1997年美軍和中亞維和 維和營在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之前 《環球時報》提出的問題,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 時至今天北約用行動來回答了這個問題 無論是今年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了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四個亞太國家領導人 參與會議之外,還是北約的大佬美國,還有北約的大佬美國 不斷地在亞太區拉幫傑派,都說明了北約在搞亂歐洲之後 只是試圖把他的觸覺伸到亞太區,從而走向全球 而歷史證明北約的手伸到哪裏都會在哪裏製造分裂和動亂的 就好像在1997年北約正式決定邀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三個國家加入北約 向著俄羅斯逼,2022年北約馬德里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的領導人 參與會議,為北約的亞太化造熱身 北約先拉攏了西歐對抗東歐和蘇聯 之後又聯合東歐對抗俄羅斯,現在又想拉著亞太區國家對抗中國 可以說北約一邊向東抗一邊製造分裂 美國克林頓政府時代負責推動冷戰之後 北約轉型和擴張的上務副國務卿 斯特羅·塔米博特不斷宣傳說 北約除了一個軍事組織之外 還擁有廣泛的政治功能 是一個更廣闊範圍的大西洋共同體 而這個架構有三個特徵的 美國霸權主導性 秩序內國家等級性和明確的排外性 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精英都在這裡說 北約是美國確保全球霸權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沒有北約的話,美國就會喪失了控制歐洲國家的工具 更加難以持續推進合乎美國霸權利益的 歐亞大陸安全秩序演變進程 現在看這個當前 李國他們這麼頻繁地捲入了亞太事務這些現實來看 北約已經突破了只是處理歐洲事務的界限 正推進 他那個亞洲亞太區的亞太北約化的進程 方式就是很簡直就是一個 就是通過圈掩這個所謂的中國威脅 不如在2006年呢 李家峰會上面正式推出一個叫做聯繫國計劃 以及這個和日韓、澳新的四個國家等美國的亞太盟國建立了安全 商戶協調的新機制 實際上就啟動了常態性的推動 北約亞太化的進程 2010年呢 北約在 李斯本峰上面有公佈的戰略概念呢 持續加大和亞太區所謂的共同價值觀念國家 在情報、軍事等領域上面的協調力量 力度 並且加快了 和這個剛才說的幾個國家的安全 防務關係 華盛頓在亞太區建立的一個類似 北約機制的動機是非常之強烈的 相關的行動正在脈絡緊固地進行 近年來呢 美國一邊在亞太地區不斷地嘗試推動這個優化 現在這個聯盟機制的融通一體化 一邊又推動北約從這個制度和行動上 盡快移入去亞太地區 進一步就強化北約亞太化的勢頭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近期 在多個場合已經說了 北約和亞太夥伴要在包括海上安全 網絡技術等多個領域加強 務勢合作 除了加速推動 在亞太幾個國家裡面的 和北約的聯繫和合作之外 還包括了拜登在來的美國政要 密集地訪問其他亞太國家 他們主要是製造恐懼 恐懼中國國際輿論氛圍 推動受訪國家安全 防務戰略 盡快和北約以及美國其他盟國實現對接 美國這些舉動是和他在歐洲持續激化 北約國家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 製造分裂的做法其實很相似 美國利用北約東抗引爆烏克蘭戰爭 已經令到歐洲出現大分裂 可以預見美國主導的北約亞太化 也將會成為擾亂 亞太地區破壞區域和平和繁衛 從而徹底打斷地區 經濟一體化轉型的一盤禍水 日前在北約馬德里峰會上 搞了一條叫北約2022年戰略概念 北約首次將中國列入北約的系統性挑戰裏面 而且表明在未來十年會有三項核心任務 第一就是威脅防禦 第二就是危機預防管理 第三就是合作安全 所謂的威脅防禦 威脅防禦 就是要增加軍費 在危機預防管理和合作安全 其實很簡單就是只需要在台海南海問題上 製造嚴重危機可以引發矛盾和衝突 這樣就可以在亞太地區發揮它這兩個核心功能 當然令人憂慮就是 將會有可能重演在南聯盟、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的悲慘故事 專家指 北約的亞太化進程如果進展順利的話 最終就會出現一個全球化的北約的格局 當然這個就不是真正愛好世界和平的國家所落見的 北約公約的聲稱 即是北約 他的信念是希望和所有人民和所有政府和平相處 又說他的集體防務核心功能的合法性是來自哪裡呢 是來自聯合國憲章有關集體智慧 的自圓權利的規定的 而事實上是北約其實是一個對外極具攻擊性 而且完全服務於美國霸權的武器和幫兇 例如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發動霍素建爭 發起對利比亞政權變更的戰爭 並且在防區之外不斷地展開軍事行動 北約今年舉行的特別峰會、外長會以及馬德里峰會 都在密集討論 跟這個美國亞太 跟這個美國亞太盟國強化協調的制度安排的東西 而無一例外就是 都是用圈掩這個所謂的中國威脅 借此來宣揚北約的全球安全功能 來做什麼呢?目的就是 簡單就是美國想一統世界為我獨大 就是遂去這個野心 好了,接著其實是不是美國所有的政策 都是同意這件事的呢? 那就不一定的 在美國的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 最近在美國的國家利益雙周刊 在網站上發了一篇文章的題目 就叫做《烏克蘭戰爭暴露了大國競爭的局限性》的文章 若瑟夫奈很有來頭的 他是國際關係理論裡面 新自由主義派學派的代表人物 以最早提出軟實力 即soft power 概念而聞名的 他在文章裡面指出 一個好的戰略呢 其實應該是令到美國和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 既相互合作又展開競爭 他就說美國將會面臨怎樣的一個戰略選擇呢? 就取決於現在的俄烏戰爭什麼時候會打完呢? 以及用什麼方式結束呢? 不過呢 還可以預估一下美國利益和價值觀 可能面臨的重大挑戰 以及這些利益和價值觀 怎樣受到這一場戰爭的影響 他認為至少有 三個至關重要的利益需要考慮的 第一就是 和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關係 第二就是氣候變化和流行病 等跨國威脅 第三就是怎樣去維護有利於美國價值觀的 有規可依的國際秩序 雖然對於未來的評估 往往會受到 不可以預測的事件影響 但是只要你有了總體的方向 就會有 可以幫助到決策者怎樣去把握未來 未知的未來的 約西夫奈就指出了 在2017年以來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一直聚焦 在哪裏呢 就是和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 普京 對這個烏克蘭的軍產島 令到北約的士氣大震 就不再好像之前 發覺總統馬克龍所形容的 這個北約已經是老死亡 即使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美國的大國競爭戰略 就已經面臨了兩個問題 首先就是 它將完全不同類型的兩個國家 歸為一類 就是衰落中的大國和崛起之中的大國 因為前者是講俄羅斯 後者是講中國 而它認為一個衰落的大國 往往更加不怕承擔風險 我們的廣東話有一個叫做 死豬不怕滾水燙 俄羅斯的人口和經濟都在衰退 但仍然有很大量的資源 可以做很多事情 由這個核武器到網絡武器領域 再到中東局勢和威脅其他 鄰國 美國需要制定一個戰略 不讓俄羅斯永遠投入中國的懷抱 而只是聚焦大國對抗的戰略 可能會產生 第二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不能夠關注生態全球化 對美國國家利益 構成的新型的威脅 例如全球氣候變化 可能帶來數萬億美元的損失 並且可能會引發和戰爭 規模相當的破壞 而新冠疫情也 搞到美國死了 超過一百萬人 這些人數已經超過了美國內戰以來 幾次戰爭死亡的人數的總和 一些政客就將現在的局勢稱為新冷戰 而且就敦促這個要採取這個孤立和壓制政策 但是呢 這個 專家就說這種歷史的比較 是不對的 因為他描述美國面臨的戰略挑戰是不正當的 因為在真正的冷戰裏面 美國和蘇聯幾乎是沒有雙邊 這個商業或者社會接觸的 壓制就有意義了 但是現在 世界不同了 中國是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數量甚至比美國多得多 另外呢就是 即使是打破了經濟全球化是可以的 美國也沒有辦法 令到生態上的商戶依存 脫鉤 因為呢 他遵從的是生物學和物理學的定律 而不是政治 這些事實並沒有因為這個烏克蘭戰爭而改變的 一個好的戰略應該是 令到美國和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 就是要互相合作 又要展開競爭 不過呢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領導美國以至北約的 可能是勢力龐大的 美國的軍工覆合體 那和平的大國競爭就可能不是他們的 日程那裡 大家好想和大家介紹巴士的步推出的一個新服務石樓台 石樓台會提供獨家內容給我們的忠實觀眾和支持者 訂閱石樓台每日不用港幣兩元就可以看到我李同 盧永雄 巴士的步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我會在那裡和大家分享 採訪國家領導人出訪七十幾個國家的點滴 和外交新聞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過呢 我們在YouTube頻道這邊的節目也不會減少 希望你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那裡看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 107 喜歡詞人員 吃完美 來配合 吃完美 聽完美 聽完美